RayTV 大家好,我是Ray 那今天呢,我先把這兩支 小米手環啊 跟 realme的這個 手環啊 都充保電的 那我們來測試一下 它的待機時間到底會差多少 那我目前呢 簡單的就一些 使用上的問題 來跟大家講好了 比如說呢 像這個呢 它 左邊的realme的這個手環呢 它的感測會比較準一點 我指的是 呃 所謂的 呃 台表顯示螢幕的時候 如果說動作比較小 比如像這樣 這樣子起來的話呢 欸,現在就是 又兩個了 那我換個小度 試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目前呢 兩個手環啊 的螢幕 都是關閉的狀態之下 那我簡單呢 輕輕的抬起手來看 哪一 看它是否同時顯示 或者是只有一支顯示呢 目前大家看到 目前呢 只有realme它有一個 的檢視 小米呢 這種小小幅度的 台碗啊 它的 感知偵測是比較差一點點的 目前啊 我發現啊 這個realme的手環的出控方式啊 跟 小米的這個有點不太一樣 小米的呢 它的出控模式呢 是可以上 比如說它這個畫面可以上下左右滑動這樣子 或者上下滑動去換成另外的 然後呢 但是呢 realme這個手環呢 它是不能上下左右 它不能這樣滑來滑去的 都不行的 因為它呢 它的呢 就是靠下面這一顆 的感應 它只有下面這一個 它的出控感應區 只有這一塊而已 它的螢幕本身是沒有支援觸控的 所以呢 你都 反正任何動作都必須透過這樣子 比如說 我現在要開始 嗯 接於下一個動作的時候呢 都必須按它按它按它 就只有一隻按一隻按 它只有這個選項而已 那如果說你要進去裡面的話 比如說你要去 測 你要開始你的單車活動的話 在這個畫面之下 要按住下面這一個 按住下面這一個 這樣子呢 它才會進入倒數計時測試 那它所有的活動呢 都必須用這樣子去做測試的 OK 你如果結束了你的運動活動也是一樣 要按住它 長按大概兩三秒的時間 OK 然後我們來測試一下 之前有一個網友詢問的 小米手環啊 它針對那個 Line的語音的部分呢 它不會出現提示 那我先 我覺得我先把這隻手環拿開 然後把它只有 搭配小米手環這樣子 那我們看一下畫面 來 跟我一下 我現在呢 撥打了語音 現在呢 我的手機上啊 有顯示 來電了 可是我的手環啊 就是小米手環都是沒有出現提示的 OK 那接下來我們把 realme手環加進來裡面 那realme手環加進來裡面呢 再測試一次 那我現在撥打語音了 那我現在撥打語音了 語音出現了 目前呢 這裡 手環它就出現了 出現了 出現了 Line的語音通話中 而且它會震動一下 所以呢 你如果說 你如果有 賴語音的通知需求的話呢 呃 我個人是建議 這隻是比較適合你的 因為小米手環啊 目前 它的APP 我找了很久 它就是沒有支援這個功能 你反而必須去下載一個 第三方的APP 它才有辦法 啟動它的這個功能 很久不見 雅長的彈簾 從來 出現了 在旁邊 的雅長的彈簾 你會想到 旁邊 會想到 你不想不到 你 會想到 那你會想到 你 你會想到 你 我喜歡 你才會想到 你 你會想到 We can take it slow, make sure